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还在调避导弹的时候打架的 脑脑伤的多一点 承认颠线 特别二多的到四十多的和外伤 车祸到四十多岁和脑血管 脑血管就是东半经化有很大关系 年段不一样 再一个就是说 治疗起来 因为颠线发作会影响老功能 小二颠线这块 一旦确诊颠线来后 要快准快速地把病发作稳住 那承认她已经工作了 她已经生育了 年龄四五十岁了 如果药能控制住 那就好了 年龄大点的 药能弄小点 小孩药可以加快点 量大点 代谢太快 再一个就是说 小孩专业和承电治疗起来 期望值又不一样 要注意 目的观察东西也不一样 小孩专业这块一定保障到还是智商 智力 药对内荡伤害一定注意观察到 特别小孩这块 它让它发育 正在发育期 一些对药很敏感 包括叫拉姆三千这个药 这药很好很好 有资料说 就拉姆三千这个药 没有对大脑正经作用 对孩子的认识能力 记忆力很好 不像一些 像新药脱胎 或者凯普兰 这药 包括脱胎的药 影响 影响认知 影响说话 拉姆三千也没有 佐拉西坦 开普兰这个药 它不影响情绪 拉姆三千 不影响大脑 稳定情绪 一般 我们也常认 但是这个 注意它的过敏 最最最最最最 最不好的 拉姆三千这个 这药有过敏反应 特意的反应 很罕见 很少见 但是 顾问起来 特别特别厉害 有害 必有利 在小儿用药的时候 多观察 他的不良反应 多看说明书 多问医生 有情况 随时告知医生 随时到当地医院去就诊 不要耽误 最佳时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大概第二个 满邦的影运 这种达在很高兴论这个名则